气温低搭配充足水汽 荷欢山雨甲冰线 路面积薄薄一层冰雪 就像撒上糖霜 还蛮开心的 虽然就有反倒山 但是有追上雪人 看到雪人砸 原本也不会下雪的 然后刚刚看到雪 真是蛮惊喜就很幸运 凌晨那个路还蛮好走的路 对没有什么车 地板也蛮干净的 对只是没有想到现在结冰了 在这里等日出的时候被雪砸 被冰砸了 上我总意上的雪 意外惊喜 五岭气温接近零度 公路局进行浇管 加装雪链才能通行 不过水气将从9号晚间开始减少 10号冷气团南下 带来干冷空气 明天白天这段时间 只剩下北部东北部 花冬地区的凌晴短暂降雨机率 其他各地可以看到阳光 而星期三星期四 在大陆冷气团 甚至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之下 将是未来一周最冷的两天 这一波冷空气 全台各地气温都下滑 特别是在周四周五两天 清晨最低 中部以北 东北部及金马 预估低温10到11度左右 其他地区13到15度 沿海空旷区会再更低 接近寒流等级 星期四这一整天 北部东北部金门马祖 甚至东部地区整天的天气是偏寒冷的 在马祖的高温大概只有12度左右 金门北部东北部和东部只有1617度 甚至中南部的高温也只有22度23度 冷空气影响时间长 预估周末才回升 1月13号大选投票日 包括北部东半部在内 高温都有20度以上 整体舒适偏凉 三列新闻 吴昆宇黄云凡增加宣 台北报道 北部东北部长 北部长 北部长 continued 佛